这就是纯度在99.99%以上的纯金钉 那么你们知道它们是如何炼成的吗 国际标准的金钉都要求达到4个9以上 通常将纯度不高 橙色不搭表的粗金原料放进熔炉内熔解 黄金的熔点是1064摄氏度 所以需要在1000度以上的高温下 才会使干锅里的这些粗金原料融化成金水 全部熔解之后将干锅从熔炉中取出 通过将熔炉的金水倒入到铸铁 或者是牵制模具中开始铸造 需要快速浇注 可以防止金水在凝固之前出现不均匀的分层 这时冷却之后得到的金钉称为生金 生金含杂质较多 性脆 延展性和韧性很差 要想得到99%以上的高纯度的黄金 必须要将生金经过提纯加工 凝固后的金钉先要冷却 再用酸洗去除表面的氧化物 放入清水中浸泡 之后擦拭干净就基本成型了 当然在此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就是对黄金的成分进行检测 通常用光谱法式金 一般成色在99%-95%以上的黄金 首先对其进行取样 先把取样的黄金压成金片 或者是黄金棒 再采用光谱分析检测法 接着放在光谱一种检测 测出黄金的主要成分和打质含量 对检测合格的黄金进行称重 同时把橙色生产日期 序列号印在金钉上 这也就是给每个金钉做一个身份认证 拿着它买块糖一定会很甜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